A.O.V.I.O.N. 抗議者揮舞著旗幟 高喊口號 反對當地旅遊業 導致房價水漲船高 我認為加拿大需要 在旅遊模式的改變 讓這裡有豐富 讓它有價值 四季如春的加納利群島 是全球知名的旅遊勝地之一 然而當地抗議者表示 每年數百萬遊客的到來 不但浪費水資源 破壞環境 短租套房數量日益增加 也壓縮了本地人的生存空間 歷史上 近期西班牙全境 抗議觀光的浪潮持續延燒 讓當局祭出法令 抑制住房成本飆漲 然而節節攀升的房價 已經導致當地超過 六成十八歲到三十四歲 青壯年被迫繼續與父母同住 此外 西班牙多座城市 過度依賴觀光收入 也造成房租漲幅 在十年內飆升將近七成 如何在觀光收益 與居住爭議中取得平衡 也成為當地政府的棘手難題